10月31号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发布消息,批准66座城市加入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,其中江苏省南京市成为首个被列入文学制度的中国城市,让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江南文化历史在世界级的交流平台上得到展示。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评选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推出,目前已拥有246个成员,该项目的评选领域有七大主题,包括文学、电影、音乐、民间手工艺、设计、媒体艺术和美食等。 作为江苏省会南京,早在2017年便参与申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《文学之都》,两年后捧得殊荣。 当天,南京文学之都申办工作小组顾问,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陆远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南京十六朝古都,十朝都会,绵延近2000年的文学脉络,让南京自古就拥有了海量的作品和文学大家粉丝。 为南京申请文学之都的这个过程当中,我们就特别强调南京历史的文化资源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就设立在南京,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理论和批评的专注,诗品。 还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的专注,文星雕龙,包括你像中国比较早的儿童启蒙的读物,千字文,六朝时期的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,昭明文学。 这些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著作都诞生在南京,那到了这个明清以后,在南京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更多了,《红楼梦》啊,《如临外史》。 近现代以后呢,包括像鲁迅先生,像朱自清先生,于平博,巴金,张恨水,张爱玲,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巨匠,也都跟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南京文脉持续绵延长达1800年,据不完全统计,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万多部文学作品与南京有关。 陆远告诉记者,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学之都的评选要求非常高。 不仅需要这座城市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和文学资源,同时这种文化和文学资源应该是亲民的。 南京在中国的所有的文化古都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,它在2500年的建城史当中,这座城市的中心位置几乎没有大的迁移。 所以今天的南京人是和2000多年前的南京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面,可以随时的触摸到一两千年的这种文化的脉络。 无论是六朝、唐宋还是明清,包括近现代,这种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不断的积累,我觉得是南京文学成长的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条件。 南京的城市历史和山水风貌,因为从古到今自成一派、金陵淮古派,深受世人和文学家的独宠,也让南京得以在众多中国城市中读书一致,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之都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